大厨用的是自己打的葛根粉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也可以买市面上现成的葛根粉来做羹汤 等到葛根粉充分溶解到汤水中后 我们加入适量的生粉 这样才能使整个汤汁更浓稠 口感也更丝滑 汤水起泡也代表我们的料理差不多完成了 这个时候开小火 一边搅拌汤汁一边倒入鸡蛋清 等汤水再次冒泡 我们的绣球菌葛根汤就完成了 那我们接着来往下看 还有两个搭配方法 同学们想先看第二个还是第三个 我看单手 算 看三 我们先来看看第三个搭配法是什么好不好 先看功效 好吗 我们来看一下绣球菌跟什么搭配可以达到 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这是我们现在都很关注的 因为免疫力对我们来说 太重要了 无论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什么季节 尤其是有些季节变换 或者是对于 年纪相对大一些的人来讲 免疫力很重要 对 免疫力就低下的话 就容易得各种疾病 嗯 我们中医说叫正气从内邪不可干 免疫力低了 正气湿弱了 外血就容易入侵 所以提高免疫力很重要 那我先这样问问大家啊 日常你们觉得 如果要提高免疫力的话 可以补充一些什么是有用的 还是补充那个胶骨栏 哦哦 胶骨栏 哦 哇 你这个很有研究的样子 诶 这是什么 我喝的茶 每天 嗯 有枸杞 胶骨栏 哦 还有菊花 哎呦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啊 蒋同学 这跟提高免疫力有直接关系吗 没有 它像三高嘛 嗯 不就提高免疫力了嘛 嗯 哎 说不定是有道理的啊 还有没有 平时多吃菌菇类的 就是烧 煲汤啊 炒菜啊 都放点菌菇类的 我觉得能够增加免疫力 哦 多吃菌菇类 还有没有 还不如多吃点肉 啊 对啊 补充营养呀 对吧 最简单的方式多吃蛋白质 对嘛 多补充蛋白质 总归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啊 那我们今天要揭晓的 这个绣球菌 究竟是跟什么搭配 可以提高免疫力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三 二 一 认识吗 灰树花是什么 有人知道吗 记得到 看这个名字应该是灰色的 然后长在树上面 或者旁边的一种 搞不好也是菌菇类 是一种花 是吧 就是有可能是 灰色树上开出的花 所以是灰树花 搞不好就长得像黑木耳一样 但是颜色比较灰灰的 但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灰树花是什么 孙老师 我也没看 东洛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 是菌类 人们免疫力功能低下 或者要滋补一样 提高抵抗力的时候 一般都说喝点菌菇汤啊之类的 灰树花就是个菌类 多吃点鸡蛋牛奶是对的 对啊 不从蛋白质 其实我们菌类的蛋白质含量也不低哦 哦 认识了长相库斯白木耳的绣球菌 又出现了一个显为人知的菌类 灰树花 那它究竟长什么样呢 电视机前的您是否也很好奇呢 不是 它怎么就叫灰树花了呢 不就是我们就上火锅吃的什么鸡腿菇啦 不 现在它是洗干净了 它可能原来 就采摘的时候 它颜色会更深一点 这个菌闻起来有一点点微辣的味道 微辣 真的 真的 辣 那能闻得出来吗 是不是 就是带一点 对 有点胡椒微辣的那个感觉 是不是有点腥味 对 有点腥辣 腥就是腥辣的味道 像绣球菌跟灰树花搭配 那也是用来煮汤 对 一般菌类我们都煮汤 它的有效物质能够很好的融解 在汤里面 这滋补效力也很强 这种菌类里面蛋白症含来很高 还有丰富的氨酸 煮汤以后 氨酸在汤里面 这汤里特别的鲜美 你煮这个菌菇汤的时候 要不要放胃精 不要 不需要的 所以说煮汤它的味道很好 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对 而且这个灰树花 它有健庇养胃 妨碍抗癌的作用 因为用它的这个多糖类的提起物 用于肿瘤化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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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能很好的减轻化疗化疗的副作用 所以对于有肿瘤的人群来讲 特别好的一个食物 其实在摩农城上 它也提高免疫力 而且我们不光是可以 绣球菌加这个灰树花 其实它们分开 再去做其他的搭配 也都是可以的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我们的这个餐桌菜单又可以丰富一点了 对吧 还有第三种 我们来看一下 绣球菌跟什么搭配可以起到 三 二 一 清热化坛的作用 这个东西 连同学 加梨 加梨 生梨 是吧 我觉得要不加菊花 菊花是清热 平干 清火的 没有化坛作用 穿背 没有化坛 穿背 穿背更多就是润肺化坛只可平喘 我知道了 橘皮 橘皮就是我们说橙皮 它里气造势化坛的 它没有清热作用 搞不好是昏的 是昏的 你想吃肉 你说嘛 肉里吃得多反而能聚热生坛 对 一生火 肉生坛嘛 对吧 老师你给我们一个种类 我们来猜猜看 应该是凉拌的 凉拌的 它嘴里面有 还有响声的 嘴里面有响声 凉拌的 花生 真的 我只能想到花生了 西兰花 它应该说是海里的 海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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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对呀 是偏咸的 然后就有偏良性 所以它有清热化坛的作用 海带嘛 海带 有不同意见吗 不 对 我赞成海带 被老师一说我想到一种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太适合它 什么东西 海折头 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 章鱼 章鱼不响的呀 章鱼你嚼的时候 他咔嚓 咔嚓 咔嚓 可以 手脚上去才叫响来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同学们 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看看有没有对的呢 绣球军加什么 可以清热化坛呢 三 二 海带 一 第一 第一个字是海 海 海 折头 又猜错了 为什么是海折头呢 孙老师 凉拌的 因为海质头本身是清热化坛的 还有软间散接的作用 其实它也有降压的作用 对血压高的 弹乐偏肾的 那么包括有一些结块的人群来讲 海质头是不错的 它是偏寒性的 所以它也很好的清热化坛的作用 当然我们说呢 这里面主要的功效还是我们说的一个绣球军 它来体现这个更多的这个 包括清热化坛和其他抗炎的作用 除了里面含有丰富的SOD以外 还有一种物质也很强大 叫绣球军中还有一种强大的成分 它在抗癌防癌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除了里面含有丰富的SOD以外 还含有一种物质也很强大 叫β普聚糖 有研究发现β普聚糖是有很好的抗癌作用 那么这个绣球军里面所含的β普聚糖 是含量很高的 100克绣球军里面大约含有43.6克的β普聚糖 那么它有抗癌 对吧 包括还有我们说抗炎 就是清热化坛 包括还有抗辐射 提高免疫力等多种作用 所以说明了绣球军的功能很强大 其实说到绣球军跟海质头凉拌 就突然让我们感觉就是很适合夏天的一道菜 对 咱们就现场给大家拌一个 要到了王老师来绣厨艺的时候了 今天会给大家制作一道难度非常高的凉拌菜 配合一下嘛 你说难吗 太难了 就是 拌起来有多难啊 给大家看一下 你把绣球军洗完洗干净 要煮一下吗 水里要焯一下了吧 水里要焯一下 对 水里要焯一下 这个各个海质头都要焯一下 滤干水分 然后呢 你看 超难 不得了 真的难 这两个混在一起 一下子就有一种生滑的感觉你有没有 这位同学好配合 专业捧场 然后接下来你看 王老师要开始加料了 凉拌的东西好不好吃 关键就在这个料上 对吧 先加点生抽 你看我没有直接倒下去 我是均匀的 你看 你看 是吧 这就是用量的 这就是手法 对 这个错 竟然跟刚才酱油的手法一模一样 不得了 我量控制得很好 这个只有郑江人能够受的老大量 它的味道如果够了的话 你就不要再加盐了 因为海质头本来就有一点盐的海量比较高 然后我们这准备了葱 那其实你在家里用一些芹菜末 香菜末 都是可以来提味的 对吧 我不吃葱我不加了 一共准备了四种调味品 他就放了两种 我跟你讲 我这样拌出来会很好吃的 关键大家可以尝一下这个绣球菌的味道 王老师分均匀了 分均匀了 你要多少有多少 谢谢 尝尝看 我闻着都好香 我的手艺怎么这么棒呢 好吃 非常好吃 嫩 真的可以 对 你不过醋放得真好 今天我们通过这一个食材 也就是绣球菌 不光让大家认识了 同时还教给大家三种搭配方法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同学 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 当然 如果刚才教的方法你记不住 没关系 只要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进行回看了 好了 今天课就上到这里了 我们下堂课再见了 拜拜 拜拜 请大家喝一喝 你们面前的饮料 喝出花的味道来 这个东西堪比东虫下草 王老师请大家喝的 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 今天我也带过来 跟银儿长得这么像 这么像的 这种物质里面所含的这个SOD呢 被占为是生命健康之本 如何食用能起到翻倍的养生保健效果 这两者一起搭配的话 这样功效是翻倍的 有很好的抗癌作用 刺激胰岛素的分泌 对酱血糖也是有帮助的